周末早晨的巴黎 大约700名旅法美国人走上街头 高声疾呼 美国醒一醒 他们不是要当闹钟 而是要敲响一记警钟 美国总统大选已经结束了两个星期 但特朗普选前的反移民论述 强制登记穆斯林的言论 被视为与纳粹谋人希特勒无异 民间担忧人权民权大幅倒退 示威声浪此起彼落 但示威者都强调 自己并不是抨击支持特朗普的人 大家只有一个共同目标 那就是特朗普 但我真的想要严重地 对着这种理想法 我认为它拒绝 我想要确认 美国只会变得更加充分的社会 承认女性 女性 女性 和其他人的社会 我认为我们都要承认 我们都要承认 特朗普并不是我 他不是美国的一半 这是我们的时刻 特朗普涉嫌性侵女性的丑闻 注定成为这名后任总统的梦魇 因此示威人潮 以女性居多 而输了普选票 却赢得了白宫宝座 而且还是以不过50%的得票率胜选 特朗普日后推行新政 可能会和现在一样 面对民间强烈的阻力